屎嫂 我就像個傻子 愛得太風刺 24個小生 不忘張名字 就換來三次 像一把刀子 刺入利流不知 老闆 真的要喝嗎 最近只看激光喝过 他常说酒肉穿长过 佛祖心中流 后面还有两句 世人若学我 如同静魔道 上面很多东西都已经过时了 我们既然下来了 就要与时俱进 凡人都在喝 难道你不好奇吗 凡人 凡人 我看老板 您是因为夏天晴才喝的吧 是也好 不是也好 不试试看 怎么知道什么是好 酒不互闲 天 喝了酒再多的才德也会不保 你看 像李白就是喝了酒 掉进水里淹死的 可是曹孟德却说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我现在当了凡人 越来越能体会 这言语当中的奥妙 老板 我们是来化解因缘纠葛的 不是来体验人生的 你不好好体验 又怎么化解呢 好吧 老板 那请您保重 空手 我现在建议你 我在香港 你也好 像我刚才关注我 你不讨论你 所以我刚才找到iable 有什么事吗 我总是